年輕的愛 跟我現在要的愛 年輕的愛跟我現在要的愛 其實我覺得到我現在 倒不一定說老公一定要很 很強 一定要幹嘛 因為我已經昇華到一種感覺了 一方面 心跟心靈各佔多少的力量 我就要看年輕 年輕的時候可能 跟現在想法會不太能量 現在會比較需要 就是差很多 多一點 有共識 這樣子可能對她太多 那你現階段的體力不是還不錯嗎 女人是還好 但 但我是年輕男女 我不知道 人都是這樣 每一週每天會變老太佛 帥哥每一天會變老頭 這是很不平的定義 但是說每一天階段 就有不同的責任跟愛 不是只有年輕人才有愛 小女的女人也需要愛 你如果是結婚小孩大了 其實一定要愛自己 為自己將來的人生 要負責任 已經付出那麼多了 如果老公好好的就好 如果老公好 別管那就不要了 你就好好愛自己 無論如何 你們真的日子真屬於所要 不要因為年紀有關係 所以你常告訴我自己 你們活到了學到了 也要回到了 也要愛到了 也要愛到了 年輕的愛跟我現在要的愛 其實我覺得到我現在 倒不一定說老公一定要很 很很強 一定要幹嘛 那已經昇華到一種感覺了 那倒反而不是這麼的重要 最主要就是一路過來 女人其實在每個就段 都有不同的那種情感 那到現在我會希望就是那一種 穩定 能夠會追求自己想要的 以前可能為了什麼去付出 去什麼什麼 現在比較會想要 做自己 那個感情就要是舒服自在了 不強求也不期待什麼 但是如果真的有了 也不要拒絕 我現在很忙著過生活 每個人對愛 或對什麼做事的態度 可能是不一樣 因為原生家庭不一樣 背景不一樣 受的教育不一樣 看的人不一樣 呈現出來表達方法 一定不一樣 如果都一樣就很奇怪啊 所以是不一樣 我只說我的感覺 我自在舒服比較重要 簡單 對 我們不管到底在還是有愛 方便 性跟心靈各佔多少個BB 我就要看年輕人 年輕的時候可能 跟現在想法會不太能量 現在會比較希望就是 他們幫我多一點 有共識 這樣子都沒有對差太多 那你現階段體力不是還不錯嗎 女人是還好 但 但我是年輕的男人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不管到幾歲 因為我的心態是保持得很年輕 也擁有很多的好奇心 對愛 還是不會 我不會很強求啊 也不排斥 但是真的來 我也不拒絕 我覺得外型看起來 不一定要很 你那個生活老師型的 可是他是活動型的 我其實我被動 我希望男生 他是比較活動的 能帶動 我比較喜歡 那種風趣擁有的 熱愛熊女孩 我們就去爬山啊 我們去哪裡啊 戶外走啊 我喜歡這樣 現在要碰到 當然啊 是OK啊 如果他覺得 他把教育小孩已經到一個段落了 他要追求他的後半年生 他把自己照顧好 小孩就更輕鬆一點 也沒什麼不好 我覺得小孩懂事 反而要支持父母 把你們帶大了 你們不能再因為你們覺得怎麼樣 你們不能以為說 你比較了解你爸 你爸是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才會產生那種重突 我覺得兒子就其實 你愛爸爸 你就去順從爸爸 你關心他可以 但並不是要暢白掉 你會讓爸難過人啊 然後這個女的也很難 因為將來後半輩是他們自己要走 你們年輕人也有你們自己一天天啊 也不可能老是陪爸媽 所以應該是替爸媽高興 讓爸有他的生活 他想要的就好啊 所以如果有婚姻的小 我覺得都很正常 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小孩就先來 不要覺得好像這個女的來 是要來取代誰誰誰 你永遠媽媽就是你的媽媽 沒有一個女的來這個 跟這男生要來取代你媽媽的角色 太累了 我只想做一個好的太太